漢本前線的這個民意所召開的陳情行動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非常繽紛的色彩 其實這個組成呢就象徵了這個漢本前線的團體 其實是一個由網路的民眾、關心遺址的民眾 就是發起的一個團隊 那麼我們可能有些人是來自花蓮 有些人就是今天特別為了這個行動趕上來 然後有人來自宜蘭 那當然有一些是在臺北活動的民眾 那麼我們都是關心我們臺灣的歷史 土地的歷史 所以今天因為漢本遺址在過去兩三年的中間呢 就是有發現非常重要的時機 那麼包括這前陣子就是還發現了非常完整的史前 人類生活的那個家屋的地平 那我們要說來活動的地方部會要趕快對這件事情 這個重大發現做出一個比較妥善的決議或決定 那麼今天在這邊就是我們其實在 大家知道漢本遺址其實是跟現在目前是跟書花蓋的工程是同時在進行的 那工程一邊在做還有我們為了要讓工程的那個蹲住可以落住 所以也把裡面很多很重要的那個史前紅物給挖出來 那我們其實是很希望就是不要再挖了 因為對考古遺址來說其實搶救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得已的行為 但是在過去台灣是以開發組就是至上這個為我們很核心的發展的方式 所以呢其實只要遇到開發案我們所有的遺址幾乎都是必須要讓路給工程進行 那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我們認為對於文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可是我們現在也看到新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聽說我們的文化部是向行政院爭取到了所謂的文化的匯報 也就是說會有跨局處來討論我們的文化政策 那麼我們覺得這個動作象徵說國家其實是有意願以文化作為發展核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才會特別來希望說在院會的時候來表達這樣的聲音 讓我們的行政院要盡快的召開所謂跨局處的協商會議 來面對現在非常危急的就是工程繼續在做然後考古也繼續在挖掘的這個現象 好那我想說也許我們第一位先邀請我們的原住民的立委高露來幫我們講話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這一次在漢本遺址出土裡面呢其實有非常多重要的文物 大家可以看我們的照片就是有玻璃珠然後也有青銅刀柄 就是甚至有那個非常精細的木雕 那我們這些文物其實跟我們現在原住民使用的一些傳統文化的文物都是息息相關的 那麼面對到說我們的小英政府現在在談所謂的轉型正義 政治不斷地說八月一號就要向原住民道歉 但是我們認為轉型正義現在即刻馬上就要來好好的面對我們這個土地裡面 跟原住民的歷史息息相關的遺址 那我們第一個先請我們的高露來替我們講講話 謝謝主持人喔 身為就是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委員喔 我非常重視的就是這個文化資產 尤其是遺址對於原住民族的重要性 怎麼說呢 今天我們從我們從我們台灣的這個文字的文化 從1624年開始 在之前就不是有就沒有文字 可是呢這代表就是說沒有文字等於沒有歷史吧 我覺得這沒有辦法畫得好 而是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史觀 其實是這樣一公分一公分往下挖出來的 如果我們要建立台灣的史觀 就必須非常重視台灣這個土地上 過去人類的活動 所存留下來的這樣的一個遺址跟遺址 我們今天來看漢本遺址喔 為什麼說漢本遺址對於台灣的歷史文化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重要性 主要的原因就是漢本遺址是代表就是我們從這個石器時代 轉變成金屬時代 金屬時代的這個關鍵的時刻 如果說今天沒有漢本遺址作為一個解讀跟詮釋 我們完全不知道就是過去兩千年喔 這樣的一個時間點的轉變怎麼來的 而且為什麼學者會非常非常強調這個跟我們台灣原住民族有息息相關 而且是可以直接牽連到這就是台灣原住民族的祖先 我要這樣子講 我們從漢本遺址所挖出來的東西喔 不管是琉璃珠不管是桃谷 不管是我們這樣子對於就是 這個人像的雕刻以及所使用的這個石器玉器 都可以連結到我們台灣原住民族的這樣的一個文化 跟我們的生活的習慣 還有就是這裡面其實還有挖到就是疊障的一個區域 附體障的區域 我要在這裡講喔 當你們看到這個琉璃珠的時候 有沒有想到就是台灣族的琉璃珠 他如何從這個宜蘭一直走到我們這台灣族的地區 他這樣的一個活動是怎麼進行的 我們這樣原住民族是怎麼樣的遷行 而怎麼樣來到這個各個地區 其實我要非常強調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漢本遺址是我們看過所有的遺址 目前來講挖掘到所有遺址 導流最完整的一個地區 那如果我們失去了這樣一個可以詮釋歷史的重要的這樣的一個遺址 一個文化資產 我們怎麼樣建立台灣主體的這樣的價值觀 今天我們要談台灣的主體議事 就必須從台灣的史觀建立 台灣的主體史觀開始建立 那麼我其實在3月14、5月23 一直到5月的 一直到前幾天 不斷不斷的 其實有在跟我們的文化部長 跟交通部長有溝通過 而現在我們的交通部長 不管是政部長 不管是我們的賀成部長 還有我們的文化部長 政部長 他們都非常強調 對於這個漢本遺址的重要性 也希望說 也強調說他們會積極的去面對這樣的一個遺址 面對開發的問題 那麼行政院其實在新政府上任後 有設置文化匯報 那文化匯報最主要的就是要促進跨部會的合作 因此我在這裡呼籲就是要盡快的召開文化匯報 去討論我們漢本遺址的議題 那麼我們對於漢本遺址的這樣的一個未來 其實我們的訴求都會一致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遺址能夠限定的保存 當然大家都非常擔心交通的問題 可是呢 其實遺址的保存跟交通的這個工程的進行 其實可以達到雙 可以達到一個我們兩邊都可以平衡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希望相關的主管機關 能夠真正的去研究去探討去規劃 怎麼樣讓我們的台灣的歷史 能夠真正的建立起來 也可以讓我們的交通非常的可以順利的進行 這個不是不可能的事一定可以做到 只要能夠積極處理就可以做到 我希望就是我們台灣人 如果我們一直相信我們是這個台灣這個土地上的每一份子 我們就要開始重視我們台灣原住民族 還有這個台灣土地的歷史 這個也是要真正的去串聯我們整個太平洋地區 各個族群 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的外交一定要靠經濟一定要靠這樣子 就可以達成一個很好的外交關係嗎 其實從我們的南島民族之間的串聯 也是一個很好的外交的方式 我希望從這個遺址 從這個遺址的保存 跟這個文化的史觀建立開始 也可以促進我們新政府所提到的南向政策 謝謝 好謝謝搞路幫我們講了 就是這個遺址很重要很重要的價值 那麼其實在這個重要的價值出土的時候呢 這個過程中大概從去年底 我們知道說考古團隊跟工程單位有一些矛盾 然後也開始讓這個遺址的現象 扶上檯面之後 其實我們是有面對到我們的文化主管機關 其實是中央跟地方有疑似互踢皮球的現象 就是到底誰要來趕快著手來認定這個遺址的價值 其實是有一點點大家都不太想要出來承擔這個責任 那一開始現在目前他已經確定是限定遺址 但是其實在文資法裡面 那他是限定遺址之後呢 黎蘭縣政府現在也提報給中央就是說 希望他有機會變成國定遺址 但是呢我們還是必須要說 雖然看起來好像已經往前邁進了一步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知道文資局 中央文化部的文資局 其實大概在三月左右 我們有朋友去跟文資局開了會 聽說我們的文資局長還講不出漢本遺址在哪裡 甚至連名字都講不太對 那就是表示說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們對於遺址這麼重要的 就是只要一出土其實幾乎就是破壞的 的這個緊急的歷史事件其實是很帶墮的 那麼我們漢本前縣呢 也有去參加了宜蘭縣政府兩次的文資審議 那麼在最後一次文資審議裡面呢 其實我們是很訝異的 宜蘭縣的文化局長竟然是直接講說 就是在場文資委員其實都非常努力的想說 那個工程可以如何變更設計 讓遺址可以多留一點 不要再挖出來 但是我們的宜蘭縣文化局長就說 我們不要擋路 那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現象 說是文化主管機關你應該要以文化為責任 那怎麼會自己主動的放棄 然後說遺址要讓路 我們好像連討論都還沒有討論夠說 那個工程是否必須要這樣做 都沒有 就直接斷定說不要擋路 那在這個過程中就是 目前它因為已經限定移植 主管機關其實還是宜蘭縣政府 那所以我們其實覺得依俊文資法 我們的宜蘭縣政府其實是要 積極的提出所謂的管理維護計畫 但我們好像目前為止也沒聽到他們想要做什麼 那這邊以下就是跟宜蘭縣政府的部分 我們就請宜蘭縣的縣議員薛成毅來幫我們說說 就是宜蘭縣政府可以有什麼責任 謝謝 謝謝主持人 在場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所有的夥伴 還有所有的警察中人 早安 大家好 我是宜蘭縣議員薛成毅 那我必須說今天來到這邊的心情其實是很複雜很沉重的 因為其實在去年我們知道有漢本遺址 我們這邊知道漢本遺址的一些危機性 然後開始在地方開始做一些相關努力之後 我們雖然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有一些比較前進的進度 但是我們一樣去體驗跟感覺到的就是 地方主管機關在這件事情上 它的消極以及很多的轉彎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如果要回歸到程序去談的話 的確好像在中央的部分 它有更多可以積極的處理 可是我們也很遺憾在地方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努力不夠多 在宜蘭縣政府能夠做的事情也不夠多 宜蘭縣政府現在已經把它裁定為是 漢本已經採定為是限定的遺址 但是作為文化主管機關 雖然像政府文化局並沒有積極的去 彈述到有關停工或是 變更設計或是設施前移等等的 比較積極的作為 我們甚至可以在之前 在3月6號我們其實有開過一次的 審議委員會 第二次的審議委員會 包括區位設計 發掘地點共共的等等的三方面的思考 以及去提到說 是不是有其他更多的因應方案 可以去思考這個工程的可能性 作為文資委員 他們其實不斷的從文化遺址的角度去思考 為了文化遺址搶救 為了文化遺址的保存 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可是我們地方主管局官 也就是文化局 做的才是都是他自認為的中立 他的這個中立就是尊重文資委員的意見 也尊重工程單位的意見 最後就是裁定委限定遺址以後 沒有其他相關的積極作為 有去談到審供嗎 沒有 去談到其他方案嗎 沒有 我們甚至在談設施 遺址移可能性這件事情的審議會的時候 審議會的內容是什麼 審議會的內容只有可以跟不可以 審議會的內容裡面 並沒有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主等等 沒有其他的方案可以選擇 如果說真的為文化遺址去思考 是否可以保存的話 難道我們變更設計 或是是否可以遺址的方案 會只有可以跟不可以嗎 這非常明顯的就是 只是為工程的考量去做的相關 針對文化遺址的裁定 所以我們非常遺憾 為什麼文化局在這個部分 是這麼的不積極 那在這個部分 因為程序上也走到了 在文化我們的審議委員會 其實裁定了幾個大方向的原則 不外乎還是保持現在的工程進度 如何去搶救以及完整的挖掘或做相對的保存 在這邊作為地方的主管機關 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 我也想要呼籲我們的中央主管機關 如果我們已經看到了在地方有一個這樣子 不論是行政上還是政治上的考量 這樣走過了一輪 對文化遺址是保有這種態度 我更呼籲我們的中央 更應該積極的去正視 我們過去針對這樣的文化跟工程的矛盾與衝突時 在這種張力之中 我們敢不敢為文化發聲 我們敢不敢去思考 現在針對遺址搶救的程序是不是出了問題 難道針對遺址我們只能夠搶救嗎 不斷的搶救難道就不是合法的破壞嗎 這是我都非常質疑的一件事 現在文資法也正面臨大修的時刻 可能請各位委員以及我們中央主管機關 應該審慎的思考 針對這樣一個重大的國家的地方 對地方而言也很重大 對國家而言也很重大 一個這麼重要的文化遺址 在地方被找到了 在地方被看到了 我們去思考了如果還是工程的話 會是非常可惜的事 也千萬不要推脫給地方的政治關係 不論是安全回家的路 還是地方的重要文化資產 這些事情本來就不應該是互相衝突的 這些衝突即便有 這些張力即便有 也應該是政府積極去跳出來化解的事 不論是現在現行 短時間內 短時間的效益 短時間的決策 去看到我們針對文化遺址的保存 是不是有更多積極的作為 不論是停工變更設計 遷移我們的設施 還是其他更好的保存方式 甚至於看到大的方向的改變 我們的程序的修正 法令的修正 制度的修正 執行單位的積極度的改變 都懇請中央 應該聯合地方 站在一起 去正視我們的文化遺址的重要性 為我們的文化遺址做最好的保存 而不是不斷的 用我們自己消極的方式 讓它受到更多的迫害 也讓這個制度沒有辦法被 徹底的去反省 跟思考 以及做到更多的改變 在這邊 我是宜蘭縣議員 薛誠義 懇請中央 懇請地方政府 可以有更多積極的作為 懇請中央 承受的去思考 中央是不是可以更積極的 聯合地方政府 為我們的遺址做些什麼 修改我們現在的制度跟法令 到現在的程序來 限定的保存我們的遺址 讓我們漢本文化遺址 可以留在這裡 作為後世的人的保存 我們孩子真正的保障 謝謝大家 謝謝 好就是剛剛 我們的薛議員有講到 就是希望中央努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 就是 還要有人從 那個花蓮特地上來這樣 要必須要來台北 然後在這個行政院會 正在召開的時候 讓他們聽到我們的聲音 因為的的確確 我們知道地方政府 會來自於很大的 所謂的通車 蘇花改要通車的壓力 但是其實我們過去幾年 已經非常清楚了 就是 所謂的安全回家的路 並不是 跟那個通車完全要綁在一起 像最近其實 必須要主動的講說 最近其實我們知道 在漢本的那個路段又有崩塌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 那個我們的行政機關 是透過路況的監控 然後讓大家知道有落實 以及包括說怎麼樣調度 我們其他的交通機械方案 其實是讓那個崩塌 並沒有造成帶來傷亡 或是重大的影響 那我們認為新政府的上台 應該對於所謂的安全這件事情 可以有不同的思維 那我們也希望 就是在馬政府時代 會不斷的用安全跟通車來 就是回絕就是 遺址的限制保留的可能性 也希望說 在新政府的時候 真的可以做出不一樣的思索 就是安全是我們共同的關心 這是我們必須強調的 那麼接下來就是 就是除了剛剛講到說遺址 就是這個遺址和本遺址個案的重要性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普遍是台灣考古遺址 跟我們的文字制度面對的現象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邀請就是 台大人類系的江志華老師 來幫我們說一下就是 考古界就是在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是人類系的老師江志華 那我自己是一個考古學家 那我今天站在這裡我覺得 漢門遺址對我而言 它代表了台北無數個考古遺址面對的問題 就是所有考古遺址遇到工程的時候 考古遺址只能退讓 考古家必須進到考古遺址的現場 做搶救的工作 那搶救其實 搶救有一個很大的很大的條件 就是我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 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那考古家是帶著一個未知的心情進到遺址裡面 但是地底下的這個 地底下的寶藏 首先留下來的各種的這種現象 各種的這個寶藏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完成這件事情 考古的工作 我們從第一天學生來上課 我們就告訴他們 考古是一個非常非常細緻的工作 我們需要花很大的時間 有很大的細節 在考古的現場裡面 不管風吹雨淋 就是慢慢的做發掘 慢慢的把這個主線的聲音挖出來 那這個細節這個慢工 其實恰恰好跟這個搶救發掘 跟這個工程對這個時間的這個掌控 產生非常非常大的矛盾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考古台灣的考古家在考古的現場 其實是一直在做戰 做一種內心的奮戰 一方面你告訴自己 你必須幫助這個 這個各種公共工程 各種重大工程 把這個工程讓 讓活著的人有更好的生活 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說法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每一個快的部分 我們可能就會遺失掉什麼 那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的老師 他們其實都是面對一樣的問題 然後只好進到現場裡面 做搶救的工作 因為我們覺得 那至少我們把它搶起來 雖然用我們有限 我們知道出了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搶 那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的老師 然後現在我們也面對這個問題 我今天站在這裡 就是希望我的學生 不要再面對這樣子的選擇 不要只有一種選擇 他們可以站在 站在這個跟這個工程單位 跟這個各種單位的面前說 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我們可以把這個遺址留下來 當我們這個怪手 碰到這些我們祖先的身去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應該停下來 靜靜的想想 靜靜的聽聽看 祖先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要花那個時間 停下來 然後討論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我最近常常聽到說 這個遺址是這個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那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這個 很奇怪的想法 因為在世界各地 考古遺址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教育跟觀光的資源 然後是個 它是可以成為一個 永續發展的一種產業 那我們是這麼這麼的幸運 遇到了漢本遺址 因為它在台灣的考古遺址上面 相對來講非常難得 它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精彩 那它在那裡 如果我們把它留在那裡 它其實開創了一種 我們跟我們的祖先 跟這塊土地連結的一個 一個非常緊密的關係 如果它能夠待在那裡 其實它也可能 為我們 為我們下一代的子孫 帶來更大的財富 那我想 這應該是我們更 必須更深刻的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謝謝 好 那我們其實 就是除了 除了 那個花蓮 然後還有宜蘭 就是我們也想邀請台北的文化恐怖分子 就是我們的台北文字環境守護聯盟的朋友 來幫我們談一下 因為其實 在過去這一年 就是文字法 其實面對很大的挑戰 就是 在台北大家知道文化恐怖分子 柯皮這樣子命名了 那其實我們知道在彰化 在很多地方嘉義 在高雄 都有很多積極為了文化資產努力的團體 那麼我覺得 這些其實都是由下而上 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 就是台北的文字團體來幫我們說說話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是以台北文字環境守護聯盟的身份 來這邊來做一個講話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 有些奇怪 為什麼台北的團體來支援所謂的宜蘭花蓮這邊的一個朋友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文化財 從世界的一個觀念來看 文化財是全世界人共有的 這個遺產一旦消失掉就沒有了 所以它是人類的共同資產 所以 只要是全世界 只要你是人 你都應該來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今天還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呼應一下 就是 蔡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提出了所謂的文化政策的一個五大政策 那其中我們也談到所謂的文化優先 那在幾天前我們也跟文化部長做一個對談 他也跟我們講說 現在已經不是所謂一個開發至上的一個時候 所以我們開始要慢慢去思考 台灣的未來是要走向什麼樣子的一個道路 那我想說 各位有一個很多朋友 曾經到宜蘭去玩 曾經到花蓮去玩 可是 很多朋友不知道漢本 為什麼 因為 漢本就是在 宜蘭花蓮中間的一個很小的一個點 那通常到那邊的人去做什麼 到漢本去就是上廁所就沒了 那我們期待的是 我們到漢本去能做什麼事情 我們想請媒體朋友看一下這張圖 漢本離職裡面的一個重要性 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台灣是一個海洋文化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一個重要的地方 台灣不是一個單一文化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漢本裡面 我們的先民他們開始做了所謂的貿易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以前原住民的一個名稱 他們稱為這個地方叫做門戶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是一個出入口 那台灣文化就利用這種所謂的海洋的貿易 海洋的交易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有流離珠 這個是一個外來的產品 所以他可以剛剛 高路議員 委員也講到說 他利用這個東西做了所謂的貿易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文化非常多元的 不是單一性的 也不是所謂我們 就是所謂從一個 單一從中國這樣過來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傳統 保存這樣子的文化 對台灣的歷史 對下一代有很大的一個重要性 那我們剛才也可以講到說 所謂的一個開發 開發跟文化之間 到底要怎麼樣去權衡 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台大人類學系的一個教授也講到了 這個地方不是不能發展所謂的觀光 也不是不能發展所謂的教育 這個地方有美麗的海灘 有美麗的一個場景 有這樣重要的考古值 對我們這邊的教育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站在所謂的一個文化圈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們會希望 這是台灣的共有的一個文化資產 我們會希望它被保留下來 另外我要講一件事情 文化資產在我們在過去所謂的一個集報過程當中 遇到了無數的阻礙也就是說 我們在全民參與的部分是不足的 也是被所謂的一個壓制的 各位去翻譯一下憲法的101條 國家本來就有保護所謂的文化資產的一個責任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的國家 我們去提報文化資產 我們在地方提報文化資產 遇到一個問題 地方的一個機關怠惰他告訴你 你不是所有權的 你就不能去提報 你就只能列車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或是台北是被列車拆掉的 我們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例如說我們馬街的一個舊的建築 我們可以看到高藝術宅 就在這幾年之內被米平掉 列車的文化資產是沒有用的 另外我也要抨擊我們很多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文化主管機關 例如說我們這個惠萊遺址 已經發現了四年的不公告 不公告以後我們可以看到他又 持續的遭受到破壞掉 可是我們要告訴我們下一代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要開始問一下 我們蔡總統你所提出來的文化政策 有沒有辦法落實 有沒有辦法落實到全民參與 有沒有辦法讓老百姓 可以擁有充分的一個提報權 那我要開始再講一件事情 一來縣政府剛好我們薛議員也講到 地方政府已經有怠惰了 那中央政府要不要做積極的介入 我們要等到我們有文治法以後 我們的一百零利塔什麼時候用過 幾乎沒有用過 不是只有地方政府的文化局怠惰 連中央政府都開始怠惰 所以我們再呼應一件事情 文化局開發之間不是沒有找到可以共同的路 我們會知道 花蓮依然有很多所謂的水泥產業 這些水泥產業我們也看到說 把台灣的好山好水給你平掉 可是我們會發現這些道路的問題幾乎 有一半以上是殺死車造成的 我們要不要去解決我們台灣水泥產業的 也順便同時可以把花蓮依然的問題也順便可以解決掉 這些很多問題都可以去做思考 另外我也要呼應一件事情 我們在2017年我們開始慢慢的開始要做所謂的設計師都這件事情 這是台北市要做的 但是我們從台北市的裡面開始講到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設計 設計是帶給人類更好的生活 設計是要解決人類的問題 漢本的這樣子我們可以看到這蘇花蓮侯 能不能用設計去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宜蘭縣政府是沒有這樣子的決心 宜蘭縣政府本文化部是沒有面對宜蘭優先的一個勇氣 我暫時呼籲宜蘭縣政府 還有我們中央的一個文化部 請你拿出你的良知信拿出你的道理 請你告訴我們要不會給下一代是什麼 尤其是遺址一旦被破壞掉 它是沒辦法回復性 也就是說這個也對不起就是說 你不是用錢可以買得到的 不是用錢可以買得回來的 所以在此呼籲我們的政府 請你就地保留我們的漢本遺址 謝謝 好 其實我們今天來 除了院會我們想要遞交陳情書 給我們的行政院 然後給我們的文化部跟交通部 還有一個我們希望行政院可以代為轉交給我們的總統府 就是我們非常誠懇的邀請我們的小英總統 我們可以到漢本走一趟 那麼我們相信只要總統去了媒體就會去 那媒體去了呢 我們全國的民眾就有機會看到漢本遺址 那麼我們在講說我們死前遺址其實 死前人類沒有文字 所有的歷史紀錄都就在遺址裡面 那這也就是遺址有趣的地方 因為你不用懂太多你只要看到你就有感覺 你會去想說是兩千年前怎麼會有人 在那樣子的環境裡面生活 然後包括他用什麼樣子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土石流 歷史上是有幾次的土石流 那麼他們死前人類用什麼樣的智慧 他們搭建了什麼樣子的構造去遺址土石流 那個一清二楚就在現場 這是我們一個非常強調說為什麼就是要限制保留 然後也邀請小英總統可以親自到現場走一趟的很重要的原因 那麼我們現在就想說我們請我們的學議員 來把陳情書交給我們的行政院好嗎 我們希望就是由我們的林權我們的領院長趕快 儘速的召開所謂的跨部會的協商 會同我們文化部跟交通部來一起的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包括說我們的小英總統也可以到現場走一趟 還有我想是要跟我們的蔡英總統 叫她小心 她希望是想乾堆的 燥議員 妳好請問妳是 ити運 好 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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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運 水運 妳會幫忙 可以交給 水運 會好 我們直接選你們自己選西縣 我就要來 Mia 好 好,那就麻煩你 對,然後我們也 我覺得公布總覺得有些可以出面 讓小英總統到現場走一趟 如果你們通車壓力很大的話 把總統拉到現場,我覺得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好吧,就是繼續一點 好,好 那我們最後一起喊一個口號好不好 太陽很大 現地保留漢本遺址 現地保留漢本遺址 以文化點亮台灣 以文化點亮台灣 發揚海洋歷史 發揚海洋歷史 推動文化南下 推動文化南下 好,然後最後一句小英應該會非常清楚的 面對歷史,謙卑謙卑再謙卑 面對歷史,謙卑謙卑再謙卑 好,然後我們希望我們的交通大會加油 也希望我們的文化部會要加油 然後希望我們的行政界加油 還有我們小英總統要加油 就是他上任的第一個很大的文化的難題 就是漢本遺址 好,那我們也非常就是希望媒體朋友有機會的話 多到漢本走一趟 就是今天講的都不用講 你到現場看一遍你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vet 看燥